HOLD ME CROSS AND HOLD ME FAST THE MAGIC SPECIAL CAST THIS IS LA BIONCO SE 我們節目最好能夠開一小時 老師你把這首唱完 你看老師今天心情多麼的美好 開心到還沒開始就先唱歌了 好 那當然應該是跟美在的問題暫時舒緩 因為老師你昨天在Light的群組 還直接先預言耶 這跟我們今天要講的絕對有關 有 為什麼我一開頭我要唱報告吧 這首歌 是 一定要看進來 有玄機喔 歡迎好朋友來到古海大丈夫 現場為您邀請到的是 詠誠國際頭顧陳建成分析師 建成老師好 甜心好 聽眾觀眾朋友大家好 剛剛一開始先聽到建成老師 我實現現唱了那首非常迷人的 之前要唱但是一直沒拗到 今天老師終於唱開金口了 那首很美 而且老師剛剛你唱的是法文版對不對 不是啊 其實是 原本原本是法文版 但是還是有英文版的 因為我不會法語嘛 所以還是找出英文版的 超好聽的 這首歌叫做玫瑰人生 對他們法國版的是 玫瑰人生 但老師為什麼要唱這首歌 除了心情好 除了盤好 總有原因吧 當然有啊 其實我想你們持續看我節目的 你就會發現這段時間 只有誰跟你風雨生信心 我嘛 建成老師 對不對 我一直要告訴你 跟著我們做趨勢成長股 我來告訴你 這一個 債務上限的風暴 終將過去 所以怎麼樣 我今天的標就這麼下 所有利空終將過去 對不對 對 問題是 你的股票 今天股票大漲 今天指數大漲 你的股票 你的青春 何去何從 今天有沒有漲到你的股票 還是昨天 因為前天漲嘛 對 昨天又殺嘛 有沒有昨天又 砍股票 又跑去砍 我們這段時間 前幾天 從上禮拜五 禮拜一告訴你 我們要怎樣 騎關山 看北修台 對不對 我們還在說要修台到什麼時候 騎關山 看北修台 然後我們的五十帆 對不對 給大家買下去 後來五十帆獲利了結 對不對 反手做多 反手做多 聯電出手 進去賺一個 聯電也賺 對不對 然後昨天還告訴我們 大老鷹等你來 今天大老鷹飛了沒 飛了 今天不只大老鷹飛 今天大老鷹滿天飛 你知道嗎 昨天有加入我們Light群組的好朋友 有來登記 要來索取那五檔股票的好朋友 今天直接用奧迪的四顆圈 把你圈起來 亮了四顆燈 五檔亮四顆燈 對啊 不是我們那三叉機嗎 三個叉子 來 來 我告訴你 我們前兩天有沒有講過 大老鷹會滿天飛 有 有沒有 是 有沒有 今天為什麼會 看到了 三百多點 遇小不易 為什麼 美國 不是說他們的那個 債務的問題 可以稍稍的初步直緩 共和黨願意讓步啦 我就一直告訴你說 有解嗎 你要怎麼樣做你才會賺 你不能等消息出來 今天消息出來 好你反應夠快你去追 對不對 可是呢 我早就一直告訴你了 我說當別人在怕的時候 別人在怕這個利空的時候 別人不敢買 我們怎麼樣 大膽勇敢的 人氣我取 小小帶你做幾天的五十反之後 立刻怎麼樣 我們就做多 反手做多 對 對的標的去世成長股 買進去就是賺 還提早告訴你 現在的大老鷹已經一堆怎麼樣 對啊 去世待發了 預備備要升空 今天每一支都大老鷹 是啊 有沒有 而且還是直接亮漲停的大老鷹 你這兩天你看我節目 你敢跟著做的 也真的是閉著眼睛都轉 真的 對不對 好不好 來 我今天進入節目的主題 好 老師先 昨天light群組 您在傍晚就直接給了 給了這些訊息對不對 我說我的light你還沒加 你趕快加好不好 趕快加 我寫在這邊好不好 直接趕快加 搜尋好友那個地方 然後你把ID 你就輸入小老鼠 hi888 對不對 以前我們還有VIP 現在也沒VIP 大家都是VIP 大家都是 小老鼠 hi888 立馬加起來 我很想改成 hi0928你知道嗎 為什麼 教室節嗎 不是 舊愛發 你舊會發 舊愛發 我想改成 看起來改成0928 你舊會發 你知道嗎 你舊會發 好 我說為什麼 你要加 這個 昨天我的節目影片 昨天傍晚 我寫了一堆 對不對 我們每天 我們的研究團隊 還有我 我們都很用心的 把我們對大盤的看法 寫得一清二楚 五大利空 給你一個一個數過去 是 沒再怕 有沒有 對不對 對不對 昨天 我又跟你講幾個重點 債務上限 對 等等的 對不對 國際盤 都告訴你 告訴你參議院 表決 共和黨 差10票 我怎麼真的把你寫得很清楚 真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去外面就看不到 昨天就會 表決了 結果昨天怎麼樣 先暫緩 到12月底 那至少10月這一關 初步先緩解 過了嘛 關關難過 對不對 站白白 早3關 一關一關過 第二關過了 對不對 現在還剩第三關 對不對 對 都看到了 我寫在這邊 除了這以外 我還給你寫 告訴你什麼 我 我都跟你講說 這個時候 你就是要來跟著我買 你不要擔心 對不對 我說 上面呢 一大堆什麼 債務上限 終究會過去 都給你寫得清清楚楚 寫在這邊有沒有 終究會過去 過了沒 好 至少這一關 現在已經過去了 這一個喔 眼前這一關卡 表決還沒出來 對 我就寫在你面前 表決還沒出來 我就寫給你聽的 這個都先做預言 好 重點還不是在這邊 重點 繼續看下去 更精采的 有 我知道很多人 很多人都來 在我的line裡面都留言 慘培 套牢 特別是新的 新來的朋友 還有人怎麼樣 講到哭的 真的 滿腹心酸的 好難過喔 爸媽的那個 退休金啊 有人把退休金 虧掉了 有人把 給爸媽的養老金 孝親費 孝親費虧掉了 拿不出來 房貸 繳不出來了 我告訴你 我是沒有用圖示 不然怎麼樣 我拿出來真的是 哀鴻片野 現在大盤還在 還在相對高檔 到年限 年限都沒破 已經一堆人 已經在哀鴻片野 財富對折了 有沒有 來 我 昨天我說 精選五檔 本週趨勢股 有沒有 精選五檔 本週趨勢股 只有五檔 我又寫了一堆 有沒有 寫完 你看我們怎麼寫的 我們怎麼安慰你的 有這個 會員跟我講說 老師我看你節目 昨天我們不是講 蘇東坡的這個嗎 對 那一首 嫁說送張虎嗎 對 然後就有會員來分享說 老師你昨天那一篇 真的分享得非常好 大家長知識了 長知識 老師國文造詣很好 當然 我不是要秀我國文造詣 其實這些書 大家以前讀國中 高中都讀過 但忘了 好不好 只是我還滿喜歡國文的 老師會拿來實用 會拿出來給大家讀的文章 我意思是說 我們教育部 會拿出來給大家讀的文章 一定都是 能夠立志的 能夠幫助 只是你是把它當書 背書考試過就算了 還是你覺得這篇文章 對你人生有幫助 對我而言 那些都是古文的智慧 我覺得有幫助 我就把它記在心裡 有空再拿出來溫習一下 有沒有 幻化成自己的一個心法 對不對 你看我們怎麼跟你講 我們說世界很大 對不對 風景很美 對 機會很多 人生很短 對 不要怎麼樣 牽全在一個小塊的陰影裡面 這是我們之前常講 不要糾結一枝花 對 不要糾結 該買要買 怎麼樣 該賣的時候也不要怎麼樣 猶豫 不要糾結 對不對 像我常說股票沒有漲跌問題 只有什麼 能不能爆 你爆的今天不是都賺了嗎 是的 有沒有 好 所以我精選五檔 我來告訴你 來加一的 來加一 對 加一都有 我寫投信加一 因為我昨天怎麼樣 嗯 我們團隊呢 很用心喔 很用心 真的 我們團隊真的很用心 是 我們團隊呢 幫我做了一張表 叫投本筆 什麼叫投本筆 就是投信買超 佔他的這個股本 的這個比重 我把它列出來 五檔 五檔 來加一的 昨天 我說你來加一 我就把這張圖表 直接公開給你看 直接給你看 當然啦 給你看買不買那是你的事情 來 好這五檔 昨天有來加一的 請你看一下 同同一同來做一個例子 昨天來了我就是給你的這一張 就是這五檔 對不對 就是這五檔 昨天喔 昨天喔 好來 這五檔請看一下今天的表現 好嗎 掌停板 請看一下 掌停板 創意掌停 有 全新掌停 掌停 支援掌停 請坐掌停 哇喔 四顆燈有沒有看到 燈燈燈燈燈 這一個有圖有真相 是 好不好 你是我Light at裡面的粉的 你都拿到了吧 我相信你都看到 你來加一的朋友 這些你應該都看到 我這個是直接截我手機畫面喔 是 沒錯 直接截我手機畫面 這是我的群組 吳海大丈夫 陳建成 來看到沒有 你看到的都跟我們現在秀出來一模一樣 我告訴你 這可以造假嗎 沒辦法 實實在在 你去看一下 請你去看一下 就那五檔 我認為我跟其他分析師 最大的差別就在於 我敢講在前面 事後給你驗證 是 不論新聞時事 不論個股 通通都是做愈言愈高 沒有人敢今天的報紙出來 就直接拿著報紙跟你解 然後跟你講在前面 也沒有人敢直接把這東西秀出來 然後告訴你 今天接牌 技巧拿出來 亮四顆燈 燈燈燈燈燈 你錯過了實戰分享會 對 錯過賞金計畫 你覺得你還要再錯過 每次我所有可以提供出來的可靠資訊嗎 有沒有 對啊 機會都在你手裡了 我在我的行銷影片 我有沒有告訴你說 就在下半年 電子股 即將爆發 請問這幾檔有沒有傳產的 沒有 全部都是 投信為什麼 一樣去買塑化 也有投信在買 這個科技股 電子股 我給你出來的投本筆 全部什麼 電子股 看到沒 而且都跟5G很有關聯性對不對 你賺錢 你一定要非要去做生技嗎 你一定非要去做塑化嗎 你一定非要去做鋼鐵嗎 你一定要非要去做航運嗎 對不對 最近很多來問原物料啊 就塑化啊 鋼鐵啊 好多人來問 你看今天盤中 鋼鐵跟塑化 是啊 今天大盤漲300多點 鋼鐵跟塑化很強嗎 鋼鐵幾乎就沒有 為什麼 前兩天 這個行情在跌的時候 大家的資金開始往什麼 往塑化去 對 傳傳原物料 結果咧今天 別人強 他強強 他一點都不強 今天電子一堆掌停板 對不對 你看一下今天的塑化 你今天工商頭版 對 工商的頭版 這個頭版 通常有時候可能用一個角落 今天工商頭版 是用整個上面的炸板面 告訴你什麼 全球能源危機蠢動 原油散抗100美元 歐美股大跌 天然氣狂飙 所以你覺得今天的塑化股一定會怎麼樣 大漲甚至可能噴漲停 這麼大 這麼聳動 那結果呢 結果 結果我告訴你 開高走低吧 我們先不用看 我們先看 結果我今天盤中 有的清代會員盤中就會跟我說早安 我非常喜歡 我非常喜愛的 我們這些清代會員 因為大家 互動的感情很好 互動都非常好 大家就是生活中 像家人 因為我的清代 我是給他我私人的line 所以 收完盤下班 或者早上一早 有的人會跟我說早安 有的人會跟我說早安 對不對 都會跟我閒話加常閒聊 所以 這些清代跟我感情都非常好 老師也是以誠相待 對 感情都非常好 對 賺錢不賺錢那是一回事 對 但是我認為 有默契有緣 自然就會賺錢 而且兩不一心堅定 對 兩不一心堅定 來 我早上請你看這個時間點 對 8點53分 我直接跟他講 還沒開盤喔 我說今天塑化股會開高走低 然後會員還很驚訝 他說塑化 因為我 我懶得改字了啦 我寫塑化 來 老師 我說是 他很懂我 他說什麼 你不是不玩這個 對啊 我說對 我不玩但是我可以秀 幫你分析啊 我可以秀肌肉嘛 對不對 我可以秀拳腳嘛 來 我跟他講 我就貼一個給他看 這等一下我給你看 好 我又貼了這一個工商時報頭版 是 所以我還寫什麼 我說工商頭版 有人會去追 預言喔 因為這個是利多嘛 塑化利多嘛 有人會去追嘛 對不對 他說原來是這樣 有沒有 那 但是呢 事實上怎麼樣 美國的戰備 戰備除油 他要拿出來了 因為最近油價漲是因為戰備除油的問題 有沒有 來 南洋 哎呦喂 你看看今天是不是都什麼 是不是開高走低 對 都往下 是不是開高走低 有 為什麼 很簡單嘛 來 這一張 好 現在來看重點了 你有沒有覺得我在我節目當中 我已經無意中在透露你 在透露 在教你怎麼去解讀消息 從解讀消息當中 你就可以知道骨架會怎麼走 有沒有 這就是操作啊 你們都喜歡去聽名牌 你覺得我給你魚吃跟給你吊肝 你要哪一個 當然要學會怎麼釣魚 當然很多人想要直接要魚吃嘛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我常告訴你 如果你來我節目 你只是想要知道名牌 只要聽名牌 那自己去做的人 我告訴你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情 你認為你只要聽到名牌 你去買你就會賺到錢的話 那全世界沒有窮人了 大家只要去聽名牌就好了 你懂我意思嗎 懂 那同樣的會員 我也是這樣 我們彼此勉勵 好不好 好 來 你們只看到工商頭條 是 工商頭條已經是 晚了 晚一天了 對啊 這個是在 這個是在 今天早上七點的新聞 也是昨天晚上美股發生的事情 是 寫什麼 嗯 美國的原油庫存怎麼樣 嗯 增加 有沒有 嗯 美國原油庫存增加 啟動 怎麼樣 你啟動試油 所以呢 對不對 OIMAX的原油跌進2% 因為怎麼樣 白宮打算怎麼樣 試出什麼 戰備除油嘛 嗯哼 所以為什麼要試出來 很簡單 那你知道為什麼他們 美國要試出戰備除油嗎 為什麼他不讓原油再漲上去嗎 嗯 你知道為什麼嗎 會影響到整個通膨嗎 哇 必須要 有進步了 我知道老師會考試 有進步了 沒錯 老師有考試 你看連甜心都進步了 來 最近 包括我最擔心的是什麼 通膨 通膨嘛 對啊 因為如果通膨太嚴重 他要怎麼辦 要升息 升息會對什麼 經濟怎麼樣 整個會 股市會影響 對啊 所以原本 很大 你們覺得這個世界真的很奇怪 嗯 你知道在319那時候 去年319 對 Corebase那時候 一堆油輪停在舊金山的外海 為什麼很厲害 因為我以前在舊金山讀書 我在舊金山讀書 所以只要講到舊金山我就很敏感 你知道嗎 一堆油輪要進舊金山灣進不去 因為為什麼 裡面的除油槽都是滿的 因為那時候大家不敢出門 沒開車 對 那時候的原油期貨不是還付的嗎 對 對不對 還付的嘛 對不對 一堆油沒人要 那個期貨價格還是付的 對 想到了 去年3月 那時候 才過了一年現在 是 那個油 從 我記得16、7塊 那時候 那個期貨價格16、7塊 當然曾經結算到付的 16、7塊它現在又要100塊了 誇張啊 誇張啊 你看這個世界 真的是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子 對 物極必反嘛 跌到谷底了 然後再標到 那現在又標到高了 請問 對 標到這樣子 你現在看到這個消息 你看到這個工商這個消息 是 你要跟他一頭熱嗎 你會不會覺得 這個時候 你又在怕了嗎 你又在聳動 你又要再去追了嗎 那你不擔心 這一個你去追 又是追到高點了嗎 對 砍砍在最低點 買買在最高點 總是這樣 為什麼總是在這樣的一個輪迴當中呢 各位親愛的 趕快改一下改一下 我跟你講這個 我是要跟你驗證說 我盤錢 就已經做預言 我看到這個我就知道怎麼樣 一早的預言 會開高 為什麼 頭版 對啊 一堆賞話要跳進去了 但是會走低 為什麼 因為 大戶知道 要釋出原油了 所以 可能在 可能在這個新聞還沒出來之前 他們有封信 他們手上很多的塑話谷 可是 一看到 怎麼半夜突然 這個新聞 美國要釋出這個 原油 原油了 所以塑話可能會跌了 因為消息出來 先怎麼樣 趕快來個頭版 把你騙進去 哎唷好邪惡 把你騙進去 是 然後怎麼樣 賞戶看到頭版都會去買 追啊 追完之後 努力趁今天 出戶 就給你了 於是乎 開高 抖低 檔檔都是長這樣 看到沒有 看到了 你這麼愛做塑話 我就告訴你 塑話 鋼鐵 航運 這都是什麼 原物料相分 都是原物料 這都是景氣循環 是 塑到這一個 來 再跟你講 我們今天不用繡拳腳 因為拳腳 剛剛這邊給你繡過了 對不對 都看過了 投信加一 五支 你來要 給你看這個表格 四顆燈 好 燈燈燈燈 來 好 其實今天連電還是繼續長 再一個 鋼鐵啊 鋼鐵 多少人還是鋼鐵人 好 看到了現在這個鋼鐵的新聞 之前大摩調 調降了 記憶體 對 晶圓代工 是 OK 現在換 換高盛來調降了 對 這些投資銀行 對 大家輪流調降 鋼鐵價格 危機來行 一個月前 哎呀呀 才通過 基建 基建 美國基礎建設 結果咧 結果咧 危機就來了 不是需求很大嗎 結果大幅回落 然後大陸還在怎麼樣 限鋼嘛 對不對 為什麼高升這時候給你調低 今天的鋼鐵股是不是很多 中鋼 相較於整個大盤 今天大盤是百花齊放大漲的 這是開箱兵放煙火的 但是鋼鐵呢 今天是獨自在暗自流淚 你五月那時候掌醉兇航運 五月初嘛 對 掌醉兇航運嘛 對 第二是這個鋼鐵 鋼鐵 然後我們說電子 要反攻 五月中之後會來 一個大反攻 大反攻 對不對 會軋空 我們現在講的東西 都是之前的 你都可以上我們頻道 YouTube 你去找五月 你可以去找四月二十九 五月一號 五月二號 那三天的影片 我都可以這麼精準給你講出日期 你都可以直接去看 你不用擔心找不到 好不好 四月二十九 勞動節之前 告訴你 面板要先下車 過完勞動節 面板一直跌到現在 沒有高點 一直跌到現在 那時候都在三字頭 三十幾塊的 尤達局長 接著我說鋼鐵 航運 航運 鋼鐵 有沒有 到五月中 那到五月中之後 航運再飆了一波 航運飆完 航運在七月初 十月建高 就建高開始下來了 好 鋼鐵還在怎麼樣 遙遙 還在高點 但是鋼鐵 鋼鐵有沒有在創新高 也沒了 那時候七八月的時候 好 已經到頂了 那這幾個月 這三四個月下來了 航運下來了對不對 對 下一個 鋼鐵人 你小心喔 鋼鐵人們 鋼鐵當初的籌碼 進去的人也很多 只是沒有 航運那麼多 但是那時候也是 利多滿天飛 對 你要小心喔 你要小心鋼鐵成為 下一個航運 下一個航運 我告訴你 全中華民國分析師 現在還沒有人 敢這樣講的 對不對 真的 就跟在七月初的時候 全中華民國分析師 沒有人 只有我告訴你 航運開始減碼 而且會複製國具 三年前國具模式 對 鋼鐵不會複製國具模式 但是鋼鐵是 這一波船產裡面 籌碼第二亂的 籌碼第二亂的 第一就是航運 第二是鋼鐵 所以我現在告訴你 鋼鐵 小心 小心 下一個航運 明白 好嗎 好 都又在預言囉 這半年來 我真的在建設老師身旁 扎扎實實的 見證了老師預言 從面板到航運到鋼鐵 一路這樣子印證下來 我的老天爺 我跟你說你不能不信 真的很準 好 老師預言滿臂 基建喔 不是立刻發生 對 那是明年過後 它是慢慢的 對 大陸的房企都不行了 表示他們的建設 一定不會怎麼樣 不會再一直花大錢去建設 對 所以呢 我覺得大陸的需求 中將也會放還 他要先想辦法把 乘戶銷售掉再說 沒錯 那我們台灣呢 這一波房價潮這麼高 央行也開始在打房 頂多就是台積電建廠的需求 但你講台積電蓋廠就那幾個 難道那幾個要用掉全台灣的鋼嗎 當然也不是 然後現在房價這麼高 你買的下手嗎 所以當房價到頂的時候 大家不願意搶的 再加上這段時間 很多人因為做股票 財富對折 你還有錢再去買房子嗎 思考一下 懂 明白 我們繼續看 所以它就告訴你 明年初的鋼價 將大幅回檔 對 這是它最主要講 詳細內容 你自己掃新聞慢慢看 重點 重點已經畫給你了 會大幅回落 所以這邊的這個消息 原油可能會往下掉 可能到高點了 對 同樣的我再跟你講 你現在原油很高沒錯 你期望它更高 就跟我當初跟你講航運一樣 漲價就是一個拋球 對不對 拋下去的時候很快很快 可是到頂的時候 可能還是在漲 原油還是一塊兩塊在漲 問題它動得慢慢減弱慢慢減弱 力道不越來越弱了 力道不越來越弱了 好 所以你要趁最好的時候走人 不是趁最好的時候還在漲 還在期待還在漲 問題它股價已經不太漲了 你就要小心了 懂 好嗎 鋼鐵一樣也盤很久了 好 提醒你預告了 這昨天老師有去上前線對不對 對 也是在講 睽違兩年 昨天有沒有看 也是在講到美債的 有人昨天看到我 因為我們沒有預告 對老師完全沒有在去 有人突然看到我上前線 所以就有在來跟我講 來 債務上線兩週內未決決 美線摔貼 這個就一直跟你講了 對不對 今天報紙又出來了 有 我昨天在前線 我就把我的講法跟你講了 我們不就把標譜之前講的那東西 其實你看我節目 你還需要等 你還需要等我上前線嗎 我們每天講的 你每天看我們的朋友 我們就已經領先都講了 有沒有 我早就告訴你 這個債務上線絕對會過 不要擔心 對不對 我說這個標譜 這個調降這個事情 要調它早就調了 對不對 而且這次大家都已經預期會 對不對 萬一有黑電了出來 所以股價已經先修正了 結果安然度過 事情也就這樣 關關難過 公包就過了 關關難過 所以關關過 因此呢 好像下禮拜他們又要找我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那個兩年前上過幾次之後 老師的江湖地位不同感想 中間就沒下文了 而且每次的預言都很神準 解讀又很經驗 最近又開始邀請我上節目 是 好 所以前一百分百 OK 老師下次要上節目的時候 預告一下啦 用大家都可以一起看 好 來我們繼續看喔 債務上限的問題 好 連電 今天繼續漲 62囉 有沒有告訴你下半年 成熟製成 是 是不是 70塊你拼命追 70塊你拼命追 為什麼到60以下你不敢買呢 前兩天大家在恐慌的時候 你只想到恐慌會不會更低 你怎麼沒有想到這邊價格 已經開始很甜了呢 微笑曲線都出來了 是啊 甜甜的時候就給它甜甜價買下去 請問 請問 這個新聞是今天早上的 對不對 可能昨天旁號公布的 對不對 我們什麼時候買的 禮拜一啊 禮拜一早上 有沒有領先 是啊 有沒有領先 買在五字頭啊 有沒有在大家下去的時候 不敢買的時候 我們先帶你五十帆獲利了結 然後轉手來買連電 買得漂亮 你看到沒 好 買在五字頭長到六字頭 就是這樣賺 所以 有甜甜價的時候 再來一次喔 股價沒有漲跌問題 只有能不能抱的問題 只有能不能抱的問題 對 好嗎 嗯 我也希望說喔 你們真的 想要來跟著我操作的喔 真的 不要一直去盯著每天的股價漲跌 我說真的 記不記得我們昨天 才分享我們親帶的嗎 對 他說他已經 覺得他自己是個廢人 後來他昨天跟我更正啦 他不應該講廢人 他應該講他現在已經成為一個 是貴婦 他現在成為一個仙人了啦 哈哈哈哈 已經很入定了對不對 對 老行宅宅 不管外面風風雨雨啦 對 對啊你看 凡事淡定啦 對啊 所以不是廢人 他自己講錯了 要不就是仙人 要不就是貴婦 大凡在崩殿的時候 老師的會員去坐臉斯爸喝下午茶 對啊 你說是不是貴婦享受 山不再高 有仙則靈 水不再生 有榮則明 雖居肉相 嗯嗯 下一句 忘了 唯無得心啦 雖然 雖然住在有不起眼的地方 但是呢 對不對 對不對 名聲傳出去 就像諸葛亮嘛 對啊 對不對 聯電 我們在昨天前線百分之百 百分百 我們也在講 那個成熟製程 成熟製程 昨天才講完 今天消息就出來了 是 總是領先一步 是不是 這才是你要的 我說 資訊領先 嗯 才是關鍵 沒錯 我所有東西 我都領先跟你講在前面 你才下得了手啊 是 對不對 你也不會才去跟著別人殺低嘛 有沒有 來 今天很強啊 今天的新聞好多喔 立台創意 都亮紅燈漲停 青雲也漲停版 對 比特幣 有沒有 又占回五萬 哇喔 一個眨眼耶 我記得 我們那時候 理財大亨 我們曾經邀請那個誰 嗯 沈玉琳嗎 不是 報告那個 聶雲 聶雲 聶雲他投資比特幣 喔 聶雲大哥你有看我節目嗎 嘿嘿嘿 他那時候說他要投資比特幣 好 那些人應該都賺錢了 而且他說他三萬多他有在減 哇 三萬多在減 他現在不賺了嗎 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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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算上五萬了 OK 一眨眼其實 這段時間沒有人在注意比特幣 他默默找上去 對 來 嗯 比特幣相關概念股 你想要知道有哪一些 剛剛我只是念了幾檔 今天兩天掌平 你Light來要 我們做一張表格 好 關於比特幣相關概念股 好 他的今年的狀況 什麼的獲利等等的 好 你要請你Light 加一 對 直接先 我們直接給你 好不好 我們整理出比特幣的 今天都蠻強的嘛 是 連那個一線的 維新 技嘉都不錯 都不錯 好 好 這個已經跟你講很多了 對 恒大的風暴 外資狂到貨 你要不要擔心 不用擔心嘛 我說 關關難過 關關過 中國的利多 利空是誰的利多 台灣的利多 對不對 好 環球金 全年營收 佔新高 有沒有告訴你 下半年就是還很好嘛 甚至到旺到明年嘛 都在簽長約 對不對 都在簽長約 所以呢 契金元缺 有沒有缺貨 缺啊 對不對 契金元就是半導體上游 所以股價下來 你要跟我買什麼 趨勢成長股 對 你就是要買未來三五年的 我已經每天節目天天看 天天跟你講 對 那你還要隨便去買股票嗎 我還是那句話啦 今天你閉著眼睛買 可能都賺 對不對 問題是大盤跌的時候 什麼股票才能夠 讓你抱得安穩 對 這才是重點 你有沒有想過 對不對 你要穩穩的幸福 就是要買得安心 抱得放心 來 金居 老朋友 這都報紙的消息喔 是 都是我在消息出來之前 我們先買好 就帶你操作了 有沒有看到 對 是不是先賺一趟了 對啊 有沒有 然後今天新聞才出來 下面還講聯勇 第三季業績衝天 對不對 聯勇因為 你要仔細看 驅動IC 毛利恐受影響的 所以這檔股票 它不會那麼飆了 所以你真的要做 你手上有聯勇的 等等的 你不如來跟我做 四大成長產業 對不對 四大成長產業 好 今天的重點來了 不亂於心 老師這幅畫好美喔 這幅像畫一樣 這幅 這我拍的 我在泰式老師拍 應該在高速公路上 對 好美喔 我每天 我每天從高速公路開車來 我住新竹嘛 我就住台積電旁邊嘛 對不對 我說我每天從新竹開車 來台北 對 其實很多人開車就是開車 對 我開車我會聽 我會聽書 我會聽歌 我會沿路的風景加減看 其實你不要看我從新竹開五陽 那一條到台北路上 沿路很多好風景 是啊 我跟你講第一個好風景是在哪裡 在哪 第一個好風景是在這一個 楊梅到中立那一段 那一段也高起來 也高價那一段 對 那一段你知道高起來可以看到陽明山 大屯山 那麼遠 對 沒錯 那麼遠 而且就看到這樣子喔 非常漂亮 有點雲的時候 這一段是在 那一段是比較廣闊的 對 這一段是在林口 我跟你講 林口也是在高下那一段 我很喜歡拍景色 我看到好景我會立刻拍下來 我都覺得我手機裡面的那些照片 這十多年來留下來的 應該都可以弄成一本攝影集 風景集 對 風景集的 你覺得我只是會拉琴嗎 我只是會 老師十八般舞藝一樣 附庸峰 我只是會寫詩嗎 我還會寫詩嗎 攝影 來 有沒有看到這張喜不喜歡 好美好美喔 我很喜歡 對 這個雲太美了 跟我今天主題有沒有很像 雲其實有時候代表的就是一個風暴 雲多的時候 可是你們看喔 在這些雲上面 曙光乍現 對 對不對 晨光上來 對不對 把整個路本來陰暗的照亮了 是不是 你看前面這一片 好美 下面這邊還有雲 對啊 有沒有 這一層一層一層 那個層次感 非常的 昨天有人跟我講說 很喜歡 我跟各位解這個 詩詞 來今天再送各位 大家一起來讀 這個是封子凱的 來 不亂於心 不用於情 不畏將來 不念過往 我為什麼要用這一個喔 第一個 你們會不會 你們 你們會不會就是說 特別這段時間股票在跌的操作 對 你會上上下下 你的心是很不安的 對不對 是很慌亂 我知道有一些新會員 剛進來之後 不了解 大盤在上 就一直在問 然後就很怕很怕 你知道嗎 我一直告訴你做股票 你不要做到這樣子 你不要做股票做到 你的人生 神經分裂 人格分裂 有沒有 你知道內心焦慮 會毀掉你的一生 你知道嗎 所以 他的這個 封子凱的 不寵 無經過一生 他寫的這幾句話嗎 不亂於心 對 請問你股票 你做股票 你有辦法不亂於心嗎 你心能夠很安定嗎 對不對 你有辦法不困於情嗎 對不對 不受外在空力 當你的股票被套牢的時候 你不知道未來怎麼辦 你有辦法不畏將來嗎 然後你的股票被套牢了 你在想說你要怎麼辦 對不對 有沒有機會再回去之前的高點 有個航運股 之前是兩百 你在想會不會到兩百呢 過去的那個兩百 過去的那個三百 不念過往 對不對 還要穩穩的幸福 還要下一檔大老鷹 好 再來一個 好 從錢種種 譬如昨日時 你今年 我說你上半年 你可能賺到錢 對不對 五月以前 你覺得很好操作 隨便做你隨便賺 對不對 甚至到六七月 你可能都隨便賺 到七月以前 你單單做行運股 你都會賺到錢 是不是 對 但是七月以後你發現 你的財富突然對折 好 那我告訴你 到現在你都不知道怎麼辦了 就像這句詩寫的 從錢種種 譬如昨日時 從後種種 譬如今日生 今日生 對不對 此什麼 一禮再生 其實你沒有覺得 這跟做股票一樣的嗎 對啊 你只要願意華麗轉生 你從今天開始 今日生 全新的開始 我告訴你說古人 很多的話 都是可以拿來當作 股票的心法 真的 對不對 這個是了凡世訊 明朝的這個 袁了凡寫的 來 很棒 從錢種種 譬如昨日時 從後種種 譬如今日生 有沒有 財富再生之生 我要把它改一下 變成我大樓一 大樓一 好 大樓一律 你過去套就套了 你記不記得怎麼跟你講 華麗轉生 華麗轉生就是 昨日時跟今日生 就是 你懂了嗎 一個轉念就會差很多 你懂了嗎 你懂了嗎 懂 你不覺得我的操盤 就已經含有古人的智慧了嗎 是啊 對不對 華麗轉生就是代表 昨日時 今日生 就是這樣 所以華麗轉生 他這邊講嘛 義理再生之生 是 華麗轉生就是 昨日時 今日生 讓你的財富 能夠重新再生 之生 這樣你懂了嗎 懂了 我想全中華民國投顧分析師 只有健身老師 應該沒有人 可以讓我 像我這樣子 我用古人的智慧 來教你怎麼操作股票 這就是大丈夫心法 好 我們一起期待老師的心法輿錄出書 然後連同老師的風景集 要一起來做成策 好 非常美 非常美 其實今天跟大家分享了這麼多 也讓大家真的有所感受到 不只是看到了美麗的風景 風景很美 好 人生很短 但機會很多 機會在這裡 健身老師 昨天跟你講這一檔 對不對 你昨天有來 參加跟走我們的 今天你已經賺了 是 大老鷹展翅高飛了 我不曉得 因為我們現在盤中沒有看 都沒有來看行情 今天 我們來做節目以前 它漲六塊了 它漲六塊了 漂亮喔 一張價差 我說價差15到20 是 好嗎 沒問題 其實今天到處都大老鷹 都大老鷹 但是重點是 過兩天它還能繼續飛的 那才是真正的 才是真正的大老鷹 皇家大老鷹 好不好 要能夠真正飛的 所以呢 來 富貴穩中求 你趕快跟著我來 好不好 是 跟著建成老師 我們一起富貴穩中求 好 機會真的很多 無論是 剛剛建成老師有說了 會幫大家做一張 比特幣的一張表格 你想要擁有 沒問題 加入我們的Light群組 好 下方的ID 你可以直接先掃QR Code 或者是搜尋 小老鼠 HIH888 加入之後 我要比特幣加1 好 這張表格 贈送給您 另外想跟上我們的 皇家大老鷹 都還有機會 都還來得及 風景很美 人生很短 但機會很多 把握住機會 那下一檔大老鷹 就是您的囉 再次感謝 永成國際投顧 陳建成分析師 和好朋友做的分享 感謝建成老師 謝謝天心 謝謝各位 讓我古海大丈夫 陳建成 帶你富貴 穩中求 精致富投資風險